美军博客级飞弹驱逐舰芬恩号 曾在3月5号例行性通过台湾海峡 没想到引发对岸不满让局势升温 而现在美国学者又有新说法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主任夏曼 四号建议海岸防卫队比军舰更不易使局势升级 华府应该考虑出动海岸防卫队来反制 北京非传统武力使用 美国学者也分析相对于美国海军 海防队政治敏感性较低 不容易让两岸升温 民进党5号中场会上赖清德就提到 致力维持台海现状 甚至强调台湾愿意以互利共荣为目标 进行两岸对话交流 真正的主角真正的目标是两岸 谈一谈现状谈一谈如何改进 最起码有互动 那我是不是要把这以前的户型慢慢找回来 台湾如何借美方之力强化国防的同时 又要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 其中拿捏的关键恐怕是赖政府不能规避的考题 三立新闻林书贤杨紫玉台北报导 三立新闻林书贤